你赢了你赢了 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城市妹 我是明明 几乎到中国每个旅游城市 都有一条防古建筑的商业美食街 里面的小吃领养满布 品种繁多 大多数人去了都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 但这里的所有美食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坑 这里的小吃比外面的都要贵上两三倍 而且味道不一定很好吃 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你根本不用怀疑自己 绝对是被坑了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几条 中国醉坑三条美食街 上海城隍庙 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方斌中路 为长江三大庙之一 名气是非常大的 但很多人去过之后 都说体验很糟糕 不仅因为这里东西难吃 而且还很贵 就连只卖几块钱的上海名产小笼包 在这里却成了最低60至200元的天价 成都是公认的世界美食制度 许多来到这里的人都是冲美食去的 都说成都哪里的美食最有名 那就属宽窄巷子和井里这两条美食街了 这里面的小吃虽然多 但你见到的都不一定是正宗的成都小吃 说起价格贵 那就是游客们最清楚了 相比成都 重庆的美食也是很让人向往的 那热辣火红的火锅给人印象最深刻 但重庆的瓷器口和红牙洞两条美食街 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去的最多的景点 他们和宽窄巷子差不多 不过要在重庆这两条街 可以找到真正的美食店 那还是需要老司机带路的 要不很容易被坑 怎么样小伙伴们 对于中国最坑的三条美食街 你有来过其中一个吗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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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